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天是2019年的10月19號 我們今天要來打算來種這個玉扇的種子 玉扇呢它是一個多肉植物 那這個玉扇呢其實我們在去年呢我們就有種給大家看看 那個影片連結我們放右上角給大家參考 那我們現在呢相距離拉近年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去年種的一個成果 然後再來我們再來種播種給大家看看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的這個是 這個可能也是三五顆去年的時候我播了三十幾顆種子 那最後只剩下五顆存活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是景天科的一種苗 這也有一個苗這也有一個 這邊這個角度可能看不太到就有一顆 這邊那這些多肉植物呢它有一個特點 它很不喜歡很悶很熱的環境 超過三十四度以上 你如果要在一個環境沒有風的情況下呢 這些這幾種多肉呢很容易陣亡 我剛剛比你現在看的這幾種小多肉 很容易死掉 所以很多人在養這種多肉呢養一養夏天它都很難活 主要的原因就在這 它很不喜歡悶熱的環境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我原本呢講說這個夏天很熱嘛 然後又怕會下雨 造成了這個盆栽嘛 太濕 然後造成它爛根 我為了怕它爛根 結果把它移到了三樓陽台那邊種 就三樓陽台那邊呢不太通風 那這個暑假呢 最高溫呢有達到三十六度三十八度 結果這麼高的高溫下呢 它就受不了 就很多 就你現在看到這幾個小苗呢 大概陣亡了一半 就有些小苗就被就就這樣死掉了 那我現在跟大家講說你如果要講這個景天科的啦 或者是散啊 你如果要種這些多肉的話呢 建議你的環境一定要通風 要有風 一定要有風 那第二點呢 不要讓太陽直接曬到 尤其是夏天很熱的時候 不要被太陽自己曬到 那低溫被曬可能還可以 高溫被曬不行 那你 你的環境呢 如果天氣很熱 環境很熱 比如像可能達到三十四度 超過三十度以上的高溫 一天最高溫來到三十四度以上的話呢 你這個 環境呢 一定要通風 像這樣有風 你看現在這個葉子是不是在動 就是有風 通風要良好 那後來我原本 我說過我拿到三樓中 結果震亡了一半 我又趕快把它拿到樓下來 放到通風良好的位置 那現在呢 又看起來又長得好好的 所以呢 各位如果要種的話呢 建議 在通風良好的位置就可以了 通風不好的位置呢 真的是 哇好慘 原本原本種的還蠻多的 結果又少了一半 那後來呢 我現在又跟我同學拿了一批種子呢 那我準備再來準備來種看看 那你現在看到的我用的就是木屑 種的值超過一年多的生長狀況 那我們現在呢 將距離大家近年 我們來種給大家看看 OK OK 我們現在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 嗯 玉扇種子 種子長什麼樣子呢 長得像這樣子 哇 這個 我之前呢 都是 花錢呢 那我同學又要賣嘛 我就跟他買 買來 玩看看 那他這次呢 佛心來的 就送我這一批種子 那種子小小顆的 給大家看看 那我們種的時候呢 雖然他我的 我同學是 雖然我們之前呢 有拍過影片 做播種這種 多肉種子的影片呢 我們是用泡水的方式 那這次呢 我打算呢 將這個種子呢 淺淺的 放在這個表面上呢 然後保濕保濕呢 來試看看 看看呢 他的發芽率好不好 那 我們要種的話呢 這個種子的 適合的溫度呢 建議在20度 到30度之間 是最好的 最好的一個 播種的溫度 那我們之前種的是用泡水 泡在水中 讓他發芽 然後再種 那這次呢 我打算呢 直接種下去 不要再泡水 試試看 那我每次種這種 多肉種子呢 我都發現呢 他的發芽率呢 雖然我同學說 他的發芽率很高 可是我種了 發芽率呢 發現呢 大概 大概啦 有八成 就不錯了 感覺啦 我的感覺是大概 就八成 的發芽率 那其他的 讓大家看這個 種子大小 小小顆的 你不要看這個 種子小小顆的 這種子啊 你如果到網路上 買的話 如果以台灣來講 還不便宜耶 這個 貴的要死 不便宜的種子 不便宜的種子 而且 網路上買回來的種子 也不知道要放多久 如果 像這種新鮮線材的 發芽率 估計就八成 我們這樣丟 忘了數他的種子了 不知道丟了幾顆耶 我們應該順便測試一下 他的發芽率才對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把上面呢 把它 幫水灑上去 建議用那個 霧狀的 霧狀的噴水器 噴霧器呢 來噴濕就可以 我去拿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將這個 霧狀噴灑器 夾牙 哎呦 種子 種子還跳來跳去的 OK 那我們呢 就先示範到這邊 等它發芽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拍給大家看看 感激收看 再會